财经世界连结你我 欢迎回来 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内地的经济增速表现是不及预期 那么政府是多次强调要通过消费来促增长 但是市场信心从何而来 中国另外一方面就不断地减持美战 那么背后又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 相关的话题让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西班牙对白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夏乐先生 夏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 先想跟你来探讨一下中国方面的一些情况 那么近期我们看到国务院是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 总理李强是再次强调要继续扩大消费 来促进投资的政策空间 来刺激到消费调动民间投资 不过这个消费一定是要与居民收入来挂钩的 如果说这个居民对于收入的预期感到悲观的话 那么消费可想而知也会是昙花一现的 或者是说在不提高收入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要靠降低生活成本了 比如说电力 医疗 教育 住房 跟大家这个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的价格 所以想请问一下您 现在单题消费是不是很难会解决到问题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像您所说的 我们现在在强调扩大内需 特别是对于居民部门的消费这一块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在收入这方面可能还是缺乏一些刺激收入的政策 特别是在整个经济环境出于一个存在高度不确定性的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大家的这种消费欲望自然不会跟之前一样那么热烈 还有呢在一些方面比如说在医疗啊 在养老保险的这些方面当然可以增加一些长期的制度性的建设 把这些成本降下来 让大家的担心降下来 但是这些呢 我个人认为可能真的是原水解不了尽可 这个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看出它的这样的一个效用展现 那么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我也是一直比较支持的 就是向居民部门发放一定的这种现金或者是消费券 来直接刺激这个消费 如果缺乏这样的政策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扩大消费 可能是支持一些家电下乡啊 支持一些绿色的这种能源车啊 它给更多的折扣啊这些 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呢 它的效果不会特别大 与之前我们需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四季消费 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 我想都是有比较大的偏差的 当然现在我们看到上面已经定下这个基调 未来的政策 我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认为既然你要求扩大消费 那么其他的一些政策小打小闹 使下去发现并没有非常好的政策效果 那么他自然会考虑到政策加码 我只不过希望这种政策加码 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重磅的政策 能够早一点推出 争取呢一步到位 不要让大家等得太久 因为在现在的情况下 等得越久 大家的消费热情 这种消费欲望可能是有减退的 就像您刚才讲的 时间长了 可能大家被迫的要进行这种消费降级 大家会考虑怎么省钱 而不是怎么扩大消费 目前我们看到在服务业的行业里面 包括旅游啊 餐饮啊 还有包括酒店行业啊 还有演唱会 我们现在看到 这些呢 大家的消费欲望仍然很强 所以趁这个时机 推出一些重磅的政策 让大家把其他方面的消费 也提振起来 我认为是比较必要的 嗯 所以啊 凑消费这个话题呢 可能是一个长线的话题啊 但是我们现在最想看到的 不是一个 原水解不了进口 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需要找的是什么呢 找的是一些进水啊 所以希望大家 也不用等太久啊 那么最近呢 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 这个内房债务爆雷的话题啊 也是担心会上演 一个中国版的雷曼事件 现在想请教您了 就算啊 现在这个内房的债务问题 是得到了一些解决 宝礁楼的问题 就算是现在也解除了 但是想问一下 这个居民的购房信心 真的就可以回来了吗 如果借谁收有大量的新房啊 涌入到了市场当中 但是市场又信心缺乏 那么房价又会不会大幅的下跌 这个雷是不是依然会爆啊 我觉得对于您假设的这个前提 就是说如果能够把保交楼解决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 这样的一个隐含 原因就是在于目前的情况下 我认为如果不对一些房地产商 进行这种及时的救助和支持 那么非常有可能 这个保交楼的这个问题 是会延续更长时间的 那么现在当然我们讲 说这个交楼迟早啊 他会要把这个楼交出来 只不过是到底要延迟半年一年 还是两年三年 甚至五年六年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啊 房地产市场的这种信心不振 在很大程度上 是和房地产商自己陷入困境 是有很大的这个联系的 我们知道如果一家房地产商 他的已经处于这种财务 不仅是爆雷 就是应该说是破产的边缘 那么他的这些房屋 就算这种房屋 他最后给你交出来了 大家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疑虑 你的售后怎么办 是吧 而且呢 大家会担心啊 你最后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大家的这个购房意愿 就是不足的 即便就像您刚才说的 把这个问题 我们假设要放到一边啊 我们看其他的这个 房地产市场 如果有进一步的放松 会怎么样 那么我想 即便是有进一步的 包括一线城市的放松 非常也可能像我们 今年年初看到 就是有一个这种 昙花一线式的反弹 但是呢 这样的反弹力不会持久 为什么这么讲呢 原因是在于 我们的房地产 应该说是已经 之前透支了之后 很多年的 这样的一个繁荣 所以呢 现在当他房地产市场 出现逆转 向下 这个时候 你要想阻挡他 只是通过这种 需求策的一些放松 说让大家以前有限购 现在不限购了 以前这个是贷款有限制 现在我把贷款限制取消了 那么大家其实很多 还是会观望 包括在一线城市 大家有的人在讲 这个刚需 刚需 但其实作为业主来讲 那你们刚需 是可以向后延迟的 至少从半年到一年的 这个角度 那么这样的延迟 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对于一些 改善型的这种需求 我特别认为在大城市 这种改善型的需求 还是存在的 还是很多的 那如果整个的房市 整个的这个住房市场 表现得非常冷清 大家的情绪都很不好 房地产商还在挣扎 在这样的情况下 恐怕这样的改善型的需求 也不会充分的释放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现在房地产面临的困境 所以我觉得目前的 对于房地产的救助也好 支持也好 应该从需求和供给 两方面同时入手 在需求方面 刚才我讲了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放开 一些大城市的欠购 欠售 也需要对于这个银行方面 对于这些贷款 有更灵活的安排 但是在供给方面 我想还是应该 我们要努力的去稳定 这些主体 这就是我们的这些房地产商 特别是一些民营的房地产商 现在我们看到整个 房地产商的这种倒下 有一种火烧连营的趋势 就是一个接着一个 也叫多米诺骨牌吧 那么到什么时候 我们必须要在某一个点 说要停下 是吧 因为你如果不在某一个点停下 那么大家会对于未来的 其他的这个房地产商 他的这种安全性 他的这种资产的可靠性 都会有很大的疑虑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可能从上边来看 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决心 所以我们看到房地产商 在年初好像有一段时间的恢复 但是最近来看呢 又有一些房地产商在倒下 而且是非常大的 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在某一点 不让它停住的话 不下决心 让大家有感受到 对这个房地产市场的 这种救助的话 那么大家会慢慢的 会质疑你剩下的这些房地产商 因为现在的确处于一个 非常不正常的状态 如果你拿这个房地产商的 这个资产负债表啊 这些来看 我认为在过一段时间 绝大部分 如果他拿不到新的贷款 都会陷入这样的困境 如果你不能够给大家 传递信心的话 大家就会质疑 包括你国有的这些房地产商 为什么你们未来能够存活下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所以有可能啊 这个我的这个问题啊 问的有点太远了 想的有点太多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现在在想啊 到底将来跑步的时候 该卖先卖左腿 还是先卖右腿 那跑累了以后 要不要停下来休息一下 但是现在眼下的问题是什么呢 可能连走路 或者是连站立都还有问题啊 这个保交楼 有可能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 那么再来聊到另外一个话题啊 看到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就显示说 中国连续三个月是减持美债 那么六月是持续 这个持有的规模 是按月减少了113亿元 也是09年6月以来的最少了 而日本方面呢 就增持了88亿美元的美债啊 仍然是持有美债最多的海外国家 那么排名第三的英国 也是在6月增持了有119亿啊 想请教一下夏老师 这反映出不同国家 现阶段哪些方面 不同的诉求和现状呢 这又会对美国产生实际的影响吗 是的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啊 对于这个减持美债一直在持续 那也不难理解啊 原因是在于 中国啊 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 应该说是 目前是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那么可能把过多的这种 我们认为这叫国家财富嘛 这些外汇储备 放在美债上 的确它的风险是很高 中国有这样进一步多元化 自己外汇储备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这样是非常 坚持是正常的 另外也有一个周期性的因素 就是我们看到那么中国啊 它的这个汇率啊 最近呢 其实也不是很很稳定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可能也需要啊 拿出一定的这样的外汇储备 来稳定这样的汇率市场 所以这两者既有这种长期的双边关系的因素啊 也有短期的对于干预汇率市场的这样的需求 当然现在我们对于干预汇率市场应该是非常非常少啊 另外呢 做的也非常谨慎 但无论如何啊 那么我相信在某一个点的话 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干预能力的 所以这两点呢 就导致了中国对于美债的 它的需求是应该来说是越来越少 相反呢 在这个日本呢 和这个英国 这些发达国家方面啊 他们可能对于美债的需求 应该这是此消彼长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关系啊 那么这些我们知道 他们在这种美债啊 这种配置需求方面 很多是从市场啊 出发的 当他们看到啊 这个市场 他们认为未来啊 美国这个降息啊 看到了这个曙光 那么他们就有意愿去配更多的啊 美国的债券 原因是当降息开始的时候 这些美国债券的价值会提高 所以呢 对于日本和英国啊 他们可能啊 对于这种啊 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这种啊 转向啊 它是有一定的判断 所以它会增加这种每次债的持有 嗯 没错啊 其实不管全球的哪一个市场啊 现在都是非常的关注 美联储下一步的加息的步伐 其实看到在美联储上一月的 一期会议记录当中就显示说 局内的委员 其实对于未来的利率走向 还是一个立场偏樱的 有大多数的委员认为啊 通胀风险很大机会会上升 而且货币政策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收紧 政策的一个滞后效应也令到通胀的前景 变得极其不明朗 不过其实这个是一个7月的会议纪要 其实当时啊 还没有反映出中国7月的CPI的数据情况 而且在这个会议纪要公布之后呢 其实啊 这个啊 在这个会议之后啊 这个美国银行业的评级 也是被大范围的调降了 所以您觉得未来啊 这个美联储还会继续这个鹰派路线吗 我个人认为他现在的这个鹰派 更多是所谓的这叫出口数 因为很多的时候 如果你表示啊 自己对于这种货币政策的某种倾向的话 那么市场会自动的进行一些反应 你就可能达到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利用这种出口数 对于市场进行干预 也是很多中央银行采用的一个办法 当然了 另外一方面 他也可以提前跟市场进行这样的沟通 就是说哎 你们不要太自满 不要以为说啊 这个货币政策 现在紧缩已经到头了 如果真的有问题 那么我还要这个啊 跟你继续加息 但是从实际的经济情况来看啊 就像您刚才总结的 无论是外围的情况 我只是从中国的这个情况啊 还是从他本身啊被降级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我个人认为 那么九月份进一步加息的这种概率 应该是在减小啊 那么之前我们认为50% 50% 现在呢 现在可能就是变到30%甚至20了啊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美联储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条件啊 不继续加息 但是更重要的是当前的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利率 他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啊 我们不能说看到他不加息了 就认为说现在是变成宽松了 边地上是有改善 但事实上呢 现在的这个政策利率仍然保持高位 只要他不改变啊 进一步降低现在的政策利率 那么我认为他的这种货币政策 其实还是偏紧缩的 更何况他的缩表也是不断地在进行 不断地从整个的银行体系里 经济体系里向外抽这个流动性 所以综合来看 那么我们认为美联储还是保持这种 比较英派的紧缩的这种态势 好的 非常感谢夏乐先生 今天与我们的电话连线带来了精彩的点评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也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